各位 你們好 現在是2019年11月22日 本來我想說其他事情 但問題是一宗Fake News 整個街道都在傳 傳到我的消息覺得很敏 現在有一個叫Turner的人在美國 就傳說南海有核潛頂爆炸 有試過輻射 接著人們就傳來傳去 又不檢查資料 第一 那個叫Turner的人 早就被人當作Fake News 因為他經常都報了一些 他是一些極Far-right的人 如果我們是德國人 我們叫Extreme-Rex的人 Extreme-Rex的人很喜歡說一些陰謀 Extreme-Rex的人很像 Extreme-Rex的人很喜歡說陰謀 那你一個說那麼多陰謀 那麼多Fake News的人 這個人是要經常改動名 因為他的動名詞極差 一些人看到是Turner的東西 他的動名詞已經大家可以不理他 即是他的SEO 總之大家看到這個人的名字 已經可以避之側吉 所以 你一看這個Sauce 你都沒有他 又分享那段東西 不過我實在覺得 懶得 我當是笑話 因為那時候真的有很多交民的味道 老實說 但是 到後來 有些中文傳媒 可以認真地報 我覺得就真的不行 我真的要出來說 首先 有沒有出現過核爆 有一個很明顯的準則 我忘記了核事 嚴重的核爆也好 不是看有沒有Radiation 一定是會報有沒有嚴重的海浪的變化 或者是有沒有任何地震 其實任何地震是最經常的測量表方法 或者是一些很大的波浪 因為你說的 那個爆炸當然不是很小的 說真的 你現在說 富斯克號 核潛體的俄羅斯 他那一波爆了 就大概造成 因為有一個核反應堆 造成大概100公斤到250公斤 黃色炸藥的當良 的爆炸 那這個一定是測試到的 但是南海有這麼麻煩的寒度 大家怎麼會不知道 對不對 南海不是富斯克號沉的北極的寒度 北極的寒度 如果你有出現意外 你不知不知 因為沒什麼船到的 所以俄斯通常那些核線 全部是近北冰洋的水域 不會在黑海那些洋的水域 因為你這些 你總是要少參數 越好的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這些數據 你沒有這些數據之前 你說radiation radiation的數字是小到 他說 0.24m 我心想 喂 香港都0.2幾 整個街都是 因為香港發光癌的 香港發光癌 香港發光癌0.3 都還是正常的 我告訴你 即 這個問題就很奇怪 我覺得完全是匪夷 我做了這麼久 即我看軍事新聞這麼久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 這個新聞 這樣傳到可以 你中文傳媒知不知道 你要調查 有沒有曾經有一個核爆 很簡單 你看美國 美國 或者很多輪流 國家的地震 海嘯 那些測量數據 你一看就知道 有沒有發生過的事 為什麼北韓核市 怎麼全世界都知道 不用隔離衛星 北韓核市 它一定有人為地震 南韓或者中國測島 有人為地震 就是 你知道那個位置 是不可能出現 很重大的 地磁 或者那些能量的變化 而導致地震 其實地震 雖然說 不能準確預測 但是一定是有徵兆的 一定是在附近的 地磁能量 一定是積到 某一刻 大家可以猜到 那條斷層大 大概什麼時候會震 不知道什麼時候震 但是會震 但是如果那個地方 不會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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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銀 去震毛加拉鎮 就很大機會去核霧 就這麼簡單 這個Fact Check 不是很難做的事情 這是科學上式來的 知道嗎 這是科學上式來的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 這些東西 我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 講陰謀的人 這麼吃香 有些人其實是想 某些事情發生 但是呢 他就不願意相信 現實是沒有那麼快發生的 那就相信陰謀 就像南海衝突 南海遲早打破 這個不用說 習近平會不會打仗 我可以說 我寫著那篇Fact Check 其實我猜 習近平最後會顧著一閘 可能會打都不記得 原因是因為他走投無告 所謂走投無告 就是他沒有辦法解決 中國裏面的問題 他就一定要尋求對外戰爭去 去輸解他的眼力 就是他可能 可能是因為打台灣 可能打台灣 可能南海開拖 打台灣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打台灣的代價很大 戰略代價 打台灣 基本上如果打台灣 就等於開展World War 3 一展World War 3 基本上中國是玩完的 其實 南海那些 擦槍走火 還可以說是 有機會 可能是小型的國際通勢 未必會觸發World War 3 但是如果打台灣 就一定會有World War 3 這是很多人不明白的 基本上香港和台灣 其實已經是火藥腹 因為習近平沒有說 這兩個地方 拿到任何政治成果 好像 你現在中國是亂到 你怎麼會找國官英出來 去幫 去優毅的人出來選 或者出來 給郭冠英那些說 我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監察 台灣選舉 神經病 這些事情 你聽我 你知道的 這些人 你給這些瘋狗 到處走的 結果就是台灣 沒事的 蔡英文多謝 蔡英文已經贏了 你現在很清楚 他說韓國瑜 他已經等起了 做候選人 基本上已經換不到人 你說韓國人會不會贏 韓國人不會贏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高雄的政績太差了 還有 他的賣台傾向太嚴重了 有些老人家當然覺得沒所謂 老人家他經常都想發霉雞夢 問題就是年輕一代不秀 這一套 他看到香港的情況 他就不會投起 甚至有些老人家 如果是很堅決反共的 那些他看到香港的情況 都不會 他願意投採英文 其實 很清楚的 這個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而中英貿易 一個沒有辦法解決 再加上鼠翼 習近平有可能進行軍事冒險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但不是用這麼奇怪的方法 存在 或者爆發 他不會突然在南海突然間 核潛擠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爆了 不會的 否則不會的 你現在老實說 南海 習近平還未去到上正面衝突的地步 因為你現在 講得難聽一點 中國還可以靠出口賺到錢 南海未必是第一個Hot Zone 但如果中美貿易戰繼續持續 Dial做不到 那就另一回事 Dial做不到 新的訂單拿不到 好 鼠翼繼續來 他沒有辦法跟中國人民交代 他那時候就會挺而走險 這個是會的 就是好像 為什麼義和團會用這些混蛋呢 當然 很多清朝官員很愚昧 這個一個因素 背景 另一個因素 是當時慈禧太后也考了一件事 1895年輸給日本仔之後 國內的士氣是很低迷的 經濟也不是好 因為你賠了這麼多錢 變成他需要一個出路 令到那些人心回到大清帝國 特別的一件事 大清帝國始終是一個移族政權 他沒有一個 政權合法性 很薄弱的政權合法性 所以他一定要透過 義和團這些胡青滅羊 這些東西去凝聚那個所謂的民族主義 然後再建立他的政權合法性 所以慈禧太后就這樣倒一局 他明知打不過八國元軍 他也要倒一局 因為 大清帝國的政權已經去到沒有能量的階段 事實上你跟著八國元軍之後 他更加沒有能量 八國元軍之後 其實西方國家都去官網態度 但是 中國人都傻了 當時的大清民族都傻了 其實很多變革民黨都是這樣 在革命黨越來越多 捐錢越來越多都是這樣 去到1910年後 玩完了 就是這樣 即是你今次共產黨 都未必可以像大清帝國那樣 如果他這樣挺而走 他未必能捱到十年 因為當時大清帝國的時候 美國很看著 他不想那群歐洲列強 就被瓜分了大清帝國 他在門戶開放 等大家有得玩 等美國有得玩 美國不會殖民的 美國要記住 上海那時候 挖了美租界 都不會管 管不行 你給租界都不知道什麼 他沒有概念 也不支持 所以美國只把美租界交給英國 然後變成上海公共租界 所以為什麼是公共租界 就是這樣 公共租界就是很多國家 其實整班人都 拿到這個 他只是想拿到那個地方來做生意 OK 其實他就沒有什麼 結果就是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管得比華街更好 你想一下 這是什麼一回事 今天大部分上海的精華地段 他仍然是舊有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段 你按一下 你自己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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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你自己按一下 那去到今時今日 不是吧 今時今日 其實有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西方還沒有認真討論 還是要去討論 香港是固然有一個問題的 我相信很多人支持香港 有一個民調顯示 很多美國人支持香港投入 我相信最終西方越強負責一個新的香港政權 跟中國完全分開 這個應該是民意 因為大家認識到兩個不同民族 西方來說 兩個不同價值系統的地方 是一定分開的 問題就是西南洋東姑拉曼很早有這個認識 東姑拉曼在某個程度上 他是一個聰明人 李光耀是一個聰明人 所以就可以這樣分開 但是很明顯中國人沒有這個現代的智慧 因為如果在歐洲或者在美國來說 很少西班牙這麼純色的國家 你像英國那些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分就分 你要走就走 我不理你 很多時候寧願走 和平分手 好過勉強留在這裏 因為你勉強留在這裏更麻煩 這個是政治來的 說真的 這個也是做人的方法 其實 那麼 你很多西方的問題就是 你香港就有一個定案 但是這個中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地理名詞 但是仍然被這個國家存在 這是你討論的 但是因為這120年 其實西方不斷給中國機會 你這樣 奧圖曼帝國最後都是瓦解 你而大清帝國留下來的中華民國都沒事 還可以最後變成合國五強 你為什麼好說呢 其實西方很疼中國 說真的 中國人不感恩 你想一下 奧圖曼帝國一次大戰打輸章之後 他幾嚴重 被人戒得像戒豆腐一樣 然後大部分都失去 他只剩下現代土耳其 小亞細亞和適雷斯 東適雷斯 東適雷斯 就是軍事坦兵部周圍那一大適雷斯 其實適雷斯 一是就給了希叫 一是就給了 布加利亞 其實他保得住軍事坦兵部 已經是偷笑的 理論上 很多歐洲國家是想拿回軍事坦兵部 說真的 我叫伊斯坦布爾 很多人 但是我們讀西方史 很多時候還是叫軍事坦兵部 很多人是想拿回軍事坦兵部 軍事坦兵部的陷害是一個恥辱 在西方的文明來講 你怎麼會陷害在一個文革國家上 軍事坦兵部 所以後來海末 以至 把土耳其歐洲化 他一直都想做這件事就是把土耳其歐洲化 變成他繼續 保持軍事坦兵部的 是說得過去的 而軍事坦兵部的那幫人 和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是不同的 軍事坦兵部的人西化很多 歐化很多 其實歐化得很重要的 所以 你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 土耳其 是要很辛苦 跟歐洲 結合 兼且 他當年 是打了一場 打贏了土耳其獨立戰士 打贏了巴希葉狗 他才能夠 在樂商條約 拿到今天土耳其的位置 才能保持國家 沒有成為一個敵人名詞 他還要趕走了 我和王室 我和王室的後人是不可以回去的 很多後人都不可以回去的 今天Boris Johnson 以前的曾祖父 就是我和王帝國的首相 不過被人恨死了 所以他全家穿草 穿草到英國 其實是Turkish Turkish Boris Johnson 為什麼 他是歐洲化的 當然他有很多血統的混合 但是他是Turkish 所以土耳其人 看到Boris Johnson 做手術 是很白的交集 說真的 為什麼最後我們的人 對於英國的首相 這是很奇怪的事 是一些很奇怪的事 組成的 但是你說 中國最後如何處理中國這個國家 如果中國的文明沒有進步 我想最後的結果 就是大家 好像李登輝那樣說 七塊 將中國分成七塊 就是生成更多塊 這樣可能對文明更加有好處 因為你那些人說 中國這樣會 你要搞清楚國家的目的 國家強不代表你生活幸福 你第一件事要搞清楚 國家的存在 第一件事是人民的幸福 人民生活得舒服 人民強不強與你無關 其實國家強不強 不是那麼重要的 歐洲的國家都變成三個國家 變了很多 以前一等強國 現在變成二三個國家 但是你有沒有影響過歐洲人的生活 歐洲人的生活 都很舒服 很多寧願放棄殖民地的原因 就是因為殖民地保持得太貴 你保持殖民地不用錢嗎 保持殖民地要錢的 哥哥 你現在好像印度那些國家 你嘗試管 氣得他吐血 有些人問我 會不會是西方強想佔領中國 我說 別玩了 沒有國家想佔領中國 這個地方 中國是怎樣處理的 這是很麻煩的問題 你叫那些人佔領中國 你給錢 全部像自己丟在黑洞一樣 你丟在所有努力 都好像丟在黑洞 你給那些人自己管 你給那些人自己管 又不知道會管什麼 又軍閥運戰 又人道災害 你永遠都不知道怎麼搞 所以你說西方沒有定案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這個國家是一塊膠 就好像印度那樣 有些人說 英國人搞到印度有問題 但是 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些恩怨 其實那些是殖國很愛的 會教對印度來說 是國外入侵者 是那幫木外移帝國 那幫蒙古人帶進來的 其實那些是直氣 是入侵者帶來的宗教 不是印度本來的東西 OK 印度人不喜歡那些巴基斯坦的人 是正常的 英國人都管 英國人都處理不到 那些事情 怎麼處理呢 那些幾百年 那些恩怨情仇 我怎麼管 我怎麼會管 我是英國很多教育 腳走人 英國的教育腳走人 是合理的 是很合理的 印度人不喜歡的 印度人不喜歡的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的 二次大戰之後 很多西方的結局 不要殖民帝 不是說 第一殖民帝很貴 虧錢虧到下 沒有增進國力不得之 這是國力的負擔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根本管不了 你管不了那些人 所以 TNS 我覺得中國人很匪夷所思 就是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中國 做到自己文明的 一定是國開 若干解的問題 因為中國人那些 大一統觀念 一定會造成很多戰爭 遠東地區 那些戰爭是怎麼搞的 是不是 大家都說想統一中國 其實我覺得統一中國 是很瘋狂的 整個想法是很瘋狂的 你沒有必要統一中國 其實中國文明最差眼的 就是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真是七國這麼遠 真是分成藥公解 互相競爭反而可以的 還有 在春秋戰國 為什麼那時候 反而是 文化 第一是有互相競爭 第二 那些國家不是太大 比較容易管 你現在國家太大 很難管 你任何東西都有規模經濟 為什麼後來 很多國家都行不幫制 是 Fable System Fable System Fable System的好處就是 你把很多外政的東西 你分成很多價錢 自己搞定它 這個 Size 規模 是一個合理的規模 是OK的 不硬管的 大家可以處理的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外交 國防這些 需要大規模 規模經濟效益的 那你需要規模經濟效益 的東西 那就集體處理 歐盟也是類似的 歐盟也是這個概念 歐盟就是 譬如德國 德國聯邦做聯邦 德國聯邦下面那些城市 自己有很大的話事權 德國是一堆東西 一堆物體 德國我經常都說 德國是一堆東西 其實是 譬如那些交通 那些交通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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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聯盟 的界和州界 和幫界 和市界是不同的 是完全是因應實際需要而刮的 這樣嘛 你一定是這樣處理問題 你處理問題 你處理問題也是很理性 問題就是中國不是 中國是很多人 你會說會不會打仗 如果中國人的思維不變 一定會打的 我告訴你 而且會輸得很慘 輸完之後 然後整個國家就會解體 解體之後 解體之後 會不會帶來和平 不一定 解體之後應該打很多年 因為很多人就是迷信大一統 你要完全放棄大一統 像歐洲那樣 然後願意用一個民主方式 透過一個制度依賴 去重新整合成一個 一塊 這個是要血的代價 這個是要好多年 還有要大家在一個民主政府才行 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是很多人 沒有想清楚的事情 OK 習近平 我可以說 他是歷史選中的人 來的 歷史選中 搞那麼鬆開人 我只是這麼說 但是最後一句 大家不要再傳一些廢話之前 看清楚一個資料 看清楚一些 是否符合科學指示 OK 不要遠那麼傳一些 但是 會飽的 今天第二節說到這裡